你又想过让一个人消失吗 你不需要寻求任何人的帮助 也不会被任何人察觉发现 只需要得到对方的随身物品性命和照片 你就可以让他万劫不复 这便是燕胜之术 传说 与注定而定九州 顶礼九亚而横万物 后顶巫宗 九焉备剧化为九术 以书陷于将功 用于讨伐赵王 典将封神 以书出于公输子 为了木匠徒遂安神自保 而其于七本燕胜之术 则不了而踪 李长生的爷爷 因多年前破解了一道燕胜术 多年后招来面门之灾 李家唯一的幸存者李长生 得到一本也已遗留的燕胜术 背负起了一条为李家复仇的道路 他势必要斗掉那个仇家 当李长生翻看那本燕胜术 一刹那平凡的世界不再平凡 他将面对的是一个灰暗的世界 一个斗燕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你可以驾驭阴魂复仇 也可以请血杀心 你可以为钱下燕 也可以为命下燕 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下燕 一只八字妖命哀 四字铜钱定生子 燕翁要你三更四 我能保你到我更 奈何长生不老松 燕胜一下外活生 李长生 李玉龙的孙子 铜钱燕胜池书人 秀山一中的初一学生 因为是阴历正月十三子世出生 犯了燕翁季 顾流小便取名李长生 安然 安文远的孙女 秀山一中初一学生 李玉龙 九大池书人之一 隐匿于秀山显称 拥有铜钱燕胜书 安华人 李玉龙师弟 入宅三口段 唯一几成人 欢迎收看我为 苍生童系列之 都验身